人家售貨員都說了 這個包就是個假包 你還死咬著說 給我買了個真的 那真包呢 我不知道 也不關心 您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吧 反正我問心無愧 莫莉啊 朱鏡頭 看好了 兩張發票 兩個包 我給你媽買的是真包 你要不信的話 可以來專櫃驗貨 現在看來 我送你媽母親節禮物 真是多餘 你媽的歸你送 我媽的歸我送 本來媳婦就沒有義務 給婆婆買母親節禮物 這是你的付卡 今天是我第一次刷 也是最後一次 兒子 這包是真的啊 你也聽到了 看到了 我們錯怪他了 你跟什麼叫 跟他道歉 把他接回來 不對 不對 那這包要是真的 他找衛生幹什麼呀 我明明看到了 那短信上發的就是一千五 A貨 姐 我 我得去車站了 等等等等 你時間還早 你陪我去趟那個酒店 去酒店幹什麼呀 我把包找回來 一萬五呢 媽 別叫我媽 我不是你媽 世紀的起因是你的父母 對我們茉莉 沒有基本的信任 關鍵是你 更沒有站在茉莉這一邊 幫她說話 茉莉對你很失望 我也一樣 媽 我 我當時我腦子我都蒙了 算了 我不給自己解釋了 媽 你傷得怎麼樣了 怎麼樣 怎麼樣 就這樣 看見了吧 我就想問問你 如果是傷在茉莉 或者是可可身上 你會不會心痛啊 肯定心痛啊 所以我現在特想跟茉莉 當面道個歉 你們把事情都做成這樣了 你以為當面道個歉 我就讓她跟你回去了嗎 那您看怎麼辦 我都聽您的 你爸媽 還有你 當面真誠地給茉莉 我還有茉莉爸爸道個歉 並且保證以後 絕對不會再發生 這樣的事情了 我先看看你們的誠意 再決定讓不讓女兒 跟你回家 否則 我和茉莉爸爸 寧願養女兒一輩子 也不會讓她跟你回家 去受氣的 媽 這事能不能 別弄得那麼複雜 我爸那個人脾氣性格 您是知道的 其實他們心裡已經知道 是錯怪茉莉了 好 那就是不道歉嘍 做得有理唄 你要是這太多 你趕緊走吧 走走走 走 媽 我先回去了 你 你 正好 你媽一直不停地給我打電話 我現在不想跟她溝通 你接吧 媽 你又怎麼了 你告訴顧茉莉啊 把我鑑定過了 假的 請顧茉莉 顧女士 您看啊 這表面的走線呢 還算平整 但是啊 這個內帶的走線 它根本就不平行 還有啊 這個標誌的印刷 我們試試品牌 獨有的燙金工藝 您這個一看啊 就是假的 看看 看看啊 好好看看 是不是我這婆婆 在冤枉那兒的媳婦 我接受你們的鑑定 但是你们也给我解释一下 这两张发票是怎么回事 顾女士 我只能说 您的确在我们这里 购买了两只同款的包包 但是这一只呢 毫无疑问 它是假货 那你们看着 会不会是有人 把我老婆买的真货给掉包了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如果被掉包肯定不是我们 我们这里有监控 您可以看一下 我看 我看 是一样吗 不一样吗 二 二姐 我先走了啊 我那个高铁得误点了 这票还是金草给我买的呢 我这误点了 不用得了 行 行 行 你走吧 你走吧 那个 我们这事没完呢 不送你了 你自己打车走吧 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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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啊 走了啊 慢点吧 那个 金草 茉莉 小姨 先走了啊 那个 你看看 你们俩多般配啊 好好过日子 别闹 那个 茉莉 小姨知道 其实你在这个家里吧 挺辛苦的 你妈呀 就是刀子最幸福的 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赶不上车呢吗 你快走吧 我自己走吧 走了 走了 走了啊 小姨再见 小姨再见 回见 我下次再来看见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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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吧 茉莉 现在也没有外人了 你倒是说说看 我是不是在冤枉 人家售货员都说了 这个包就是个假包 你还死咬着说 给我买了个真的 那真包呢 我不知道 也不关心 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反正我问心无愧 你为心无愧 那就是说我在冤枉你了 对不对 妈 别说 不是 那你把这话给我说清楚了 我问怎么冤枉你了 哎 茉莉 妈 别说 你这样还怎么跟我说话呢 茉莉 不是 她怎么说话呢 跟妈 将军费和金年费一共三千 谁付啊 三千哪 疯了你们 哦 就看个真假就要钱啊 还要三千 太贵了 妈 别说 你别在这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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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